大选将近再带你来看蓝绿的工房站 这是房子的房 国民党中的候选人侯友宜家族在新庄的土地 被民进党质疑是有炒地之嫌疑 赖金河晋办发言人戴伟山指出 新北市政府去年12月底公布放宽荣基奖励 预估让侯友宜目前在新庄不新段 253 254地号的土地增值将近1亿元 而且要是在整合周围的土地 可能会再增加3亿3100多万元 质疑侯友宜是透过市长的职权 来替自己增加裁员 对此侯友宜强调一切是合法合规 并且痛批民进党为了选举造谣抹黑 另外也表示已经要求律师对此提告 颁布红砖瓦房建筑 这是侯友宜家族位在新庄的土地 目前复兴段254地号 由太太任美龄继承 253地号则是幼豫公司持份六分之五 但是这大片土地却被民进党质疑 有草地之嫌 根据赖伴的说法 忽友宜原本在253、254地号的土地 在新北市府去年12月26号 放宽容积奖励之后 加上读耕奖励免计容积 等于增加142.79瓶 以周边行情一瓶70万来算 预估增值9995万 而要是在整合周边 包含地号251、252等 再经过换算可以增加474平 等于增值3亿3千180万 我们就是严重的认为 侯友宜在副市长跟市长任内 利用职权来列地 来为自家的财富增加财源 侯友宜的个人财产申报 已经经过严重的美化 她所有的资产都藏在娘家的 幼育公司里面 不只质疑侯友宜炒地 赖班也喊话要求公布资产 侯友宜强硬回应 除了再度强调 一切合法合规 侯友业气氛反击 扬言提告 宣称最后倒数时刻 房屋土地成为各党间的 工房焦点 华市民成人 苏玉宽 台北新美报道 嗨大家好 我是影桐 想要来抢先掌握 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市新闻的YouTube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